国民党桃源市长参选张善正过去主持的宏击研究计划 被诺委会认定有六篇报告重复度高 今天张善正特别召开了记者会 澄清没有抄袭一律 炮火对准对手阵营强调研究案内容 都经过国内外学者严格审核 哪来抄袭问题 主持农委会委托研究案 卷入抄袭争议的张善正 终于正式澄清 正式行为农委会要求将所有计划成果都公开 因为这三份民国九十六到九十八年 一千多字报告还不是全部 不该鸡蛋里挑骨头 只看重复度高的部分 但一句话再被解读 难道是自认报告有瑕疵 这些贡献怎么会是报告里面 什么重复度百分之几百分之几 在那边金金计较 小鼻子小眼睛计较吗 今天他开的这个说明会 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公款 然后巨额的一个研究案 收集国内外的相关资讯进来以后 找了一个学术论文比对系统来 看看我们这个重复度有多高 这个叫做张飞打岳飞 我觉得这个逻辑根本不合理 强调报告贡献成果和论文抄袭不同 在虽然曾经对守灵之间 抄袭云演变蓝绿护杠 就盼能平息争议 稳住选情 解综合报道